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除所谓风控这些对动态性能的反对 而且更重要的是呢 还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诉求 其中就包括要自由 要人权 还有提出了要共产党下台 要习近平下台 那么这场抗议运动可以说是六四之后 33年以来在中国发生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民间的抗议运动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次抗议运动 是发生在习近平上台十年以来 尤其是在二十大建立起他个人独裁体制之后 而这个体制呢又借助于高科技的手段 对各种不同声音的压制是达到了空前严厉的程度 那么这种大的背景和33年前的八九民运就有很大的不同 大家都知道八九民运爆发的时候 那不但是国际大气候 而且就是国内的小气候 那整个政治气氛呢 它是要远离今天更为宽松 那么在今天这种如此严峻的形势之下 居然还有这么多人站出来 走上街头去举行集会 而且发出政治诉求 这就尤其不容易 我想这次抗议活动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旗帜 那就是说它证明中国人心没有死 尤其是年轻一旦 他们对自由民主也有着深切的追求 并且在这种抗论中展示出他们的勇气和政治智慧 那么因为多年以来 六四以来持续33年的高压 那国内的抗争 除了在如果说在江湖时代 还有一些群体事件 一些维宣活动之外 那么尤其到了习近平上台以来 那这种群体性的抗争 集体抗争几乎绝迹 那么这种就是很多人就 我们感到很失望 以至于对中国人 就中国自由民主还有没有前途啊 中国的民主运动 还有没有东山在一起的那一天 都感到深深的怀疑 那么这次运动的爆发 我想给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有极大的信心 它不但是我们 我想还使全国的这些民众 尤其是年轻人 给了他们的一种自信 同时呢 它也展示了 因为这场运动我们看到 由于爆发的规模这么大 得到了各方面的这种广泛支持 包括国际媒体 国际社会的这种强烈的关注 就是迫使当局做出了让步 那就是习近平前几天 在26号吧 这个在2号 会见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时候 就讲到这次抗议活动 主要是一些学生 他们是因为三年的疫情 使他们感到很挫折 另外他也提到呢 中国政府呢 可能要改变 要调整这个防疫的政策 这可以说呢 是当局最高当局 第一次明确的表示 要做一种让步 那以前人们都一向以为 中共当局是如此顽固 如此强硬 无论民众怎么样抗议 怎么样反对 他都不可能做任何让步 那么这个幻觉 我想也被这次 运抗议活动所打破 那它证明 在民众的压力之下 还是可以取得进展的 我们的抗争 还是可以取得成功的 这点是非常重要 因为 你这个追求自由民主事业 这个民主化的过程 说到底 它就是 双方他们的一种互动 它就是一种正面的 一种正面的心态 的这个 增长的过程 也就是说 如果民众 在抗争中 越是能够取得成就 取得成功 那么他们就信 就会越会有信心 而他们越有信心呢 他们下次就会有 就会有更多的抗争 反过来 如果他们每次抗争 最后都与失败结束 那么很多人就会感到比较沮丧 因此到他们应该站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站出来 那么这次抗争取得的成果 尽管是非常有限 但是它给大家的这种信心的恢复和鼓舞 这是非常巨大的 这点我想 尤其我们在座很多朋友 都在海外这么多年 过去多少年来 就参加这个民主运动 那么我想这边的体会尤其深刻 所以我觉得这次抗争 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使我们对中国人 对我们的同胞 对我们年轻一代 重新建立起了信心 对我们自己的力量 重新建立起了信心 对民主运动的前景 重新建立起了信心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当然我们如果再回国 回国这次抗争 那为什么能够发生呢 为什么能迅速的就蔓延呢 为什么能取得这种成果呢 那当然还有很多一些特殊的背景 那首先当然一个直接的原因 就是近两三年来 中共当局实行所谓动态清零 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次生灾害 把大家真是给憋坏了 因此这么一来呢 就使得国人 他们产生了一种 很难得的 一种所谓同仇敌坏的心理 你要举行街头活动 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 没有结社自由 没有机会抗议自由的 这么一个国家 要举行集体抗争很不容易 首先就是说 很难 你不可能 因为你没有组织 你不可能发号召 叫大家某天某月 我们一起到什么什么地方 去集会 你不可能发出这种号召 因此呢 他常常要靠一些出发事件 一些偶然性的事件 那么成了导火线 那么这次呢 那就是乌鲁木齐 大火 这个据说烧死了 按照官方报道 那也有识人 当然官方辩护说 当然大家都说 这次报 之所以烧死那么多人 那是因为就是 当时搞动态清零嘛 搞风控嘛 小区被封闭 而且消防走道呢 也这个 也被堵塞 所以救火车 即便到了现场 他迟迟不能临近 不能接近 没法接应他的救火的任务 所以才导致这么多人的死亡 但是官方在这点 竭力辩解 他说没有 跟这个没有关系 但是你看 在民众乌鲁木齐大火之后 在情况各地起 爆发这种抗议运动之后 乌鲁木齐政府 马上就宣布 能解除风口 一夜之间就宣布 已经达到了社会面清零 这当然是撒谎了 那病毒怎么会那么听话 你烧了一场大火 头天还封那么紧 说病毒多么严重 情况多么严重 你到一天之后 突然就全部都消失了 这当然不可能的 这实际上就是变相的 当于变相的承认 那这次抗议运动 是由于乌鲁木齐大火 引起的 而乌鲁木齐大火 造成的那种致命的灾害 那是跟你当局执行 这个封控的政策 严厉的封控 是紧密相关的 其实他等于是 间接的承认了这一点 那么这个乌鲁木齐大火 他就当然就等于是向全体人发出了一个共同的信号 然后大家就可以不约而同的站出来 因为我们知道你集体抗争 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 你再没有一个公开的组织 能够号召 能够号召大家采取行动 那么很大一个困难就是 有这种理念 有这种冲动 有这种愿望的人 他们是分散在各个地方的 而周围的人不见得和他们都分享这种理念 分享这种抗议的冲动 所以你就可以感到很孤立 所以你就很难聚集起来 俗话说 聚众闹是 你不聚众就闹不起事 你就一定要有个聚众 而人要敢于聚众呢 就是你就要一定有这么个假定 你站出来 你旁边的人也会站出来 如果你平常的时候 我们很多特别有自由民主理念的人 我们看到中国出现很多很恶劣的事情 我们都想站出来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周围的人根本不来气 他们根本根本想的不一样 或者对我们关心 他们得不那么关心 所以你站出来了 你确认别人不会跟进 没人跟你一块站出来 那你就打消了你要站出来这个念头了 可是这次你封控呢 那它造成了危害 对你每一个人 你的左翼右翼 不管它是什么身份 它什么背景 哪怕一些小粉红 原来都是小粉红 政治理念和你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和你一样感到非常难受 憋得非常难受 一样感到忍无可忍 在这一点上呢 你会发现 你的情绪和你周围人的情绪是一样的 这就很难得 这就可以鼓励人们赶紧站出来 因为你相信 而且事实也证明 你站出来了 别人也会站出来 大家都会站出来 而问题就是呢 这个人一旦聚集成群了 那么他们就会在这种场合下 这种场合本身 就会造成一种很强大的气场 我想我们在座很多都有这种 参与这种民众性的 群众性的抗议活动的这种 精神经验 我们就能很体会到 一到这种场合下 我们发现每个人自己都更有自信了 对自己也有 对自己的力量也有了更多的自信 而且会变得比原来胆大 简单是变得比原来胆大了 那么在这种场合下 当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 那么他们就我们就看到了 不但有他们会提出一些 针对动态心灵 感觉风控的这些口号 而且还会提出很鲜明的政治口号 包括要自由要人权 甚至要提出 要共产党下台 要习近平下台 那么都和这种现场造成的强大的气场 他给人的鼓励 那是分不开的 而且你也发现 当你喊出这种口号 那别周围的人 就有很多人响应啊 他们就会跟着喊呢 这你原来你没有这种聚集 这个没有这种气场 这你都实现你都很难估计到的 你都很难预料到的 但一旦群众聚集在一起了 一旦强大的气场出现了 你就会发现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受这种气场的影响 他们都会变得比原来更勇敢 都会变得比原来更敢于 表达自己内心的这种愿望 因为毕竟很多人们对自由民主 对这些的追求 那是出自人的天性 只不过过去长期以来都受到压抑 压抑的时间太长 那很多人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心里还有这么快东西了 而一到那个场合之下 他那个东西就活了 就被激活了 而且他就互相感染 所以就这么一场运动 结果就获得了如此大的规模 和获得了如此明确的政治色彩 这点就尤其的不容易 所以对这场运动的意义 我想我们就应该给一个很充分的评价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场运动呢 要和如果和三十三年前的八点名义相比 要发展成那么大的规模 持续那么长的时间是不大容易 而且我们也能估计到呢 当地一方便迫于压力 不得不赚上让步 但是呢 恐怕南连还是会求后算账 但是毕竟这场运动到限了 然后就直到今天为止 他已经给予了很多很多正面的信息 给予了很多很多正面的信号 那么至于下面一步呢 我想我们知道很多地方 当然包括海外 海外就是群奇响应 这也在海外造成了 多少年来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一些现象 以前我们都包括各地的一些留学生 那以前都对现在这一波一波 大陆留学生都很失望 觉得他们对政治根本不关心 对自由民主理念是根本不关心 那这次你看出来了 那这么多留学生站出来 而且他们也很勇敢地喊出 喊出这些政治性的口号 这也都使我们对留学生 海外的留学生 那应该刮目相看 对中国人会刮目相看 对年轻一代会刮目相看 对海外的中国留学生 也会刮目相看 那么下面我们 我觉得我们在海外呢 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呢 除了继续声援 支持这场运动 把这场运动的信息 让它更广泛的传播 而且换取国际社会 对这个事情持续的关怀 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呢 就是要尽量地去保护 在这个运动中 云建出的那些 有着明确政治诉求的 这么一些勇士 因为大家都能够预计到 他们对这场运动 因为参与的人那么多 当局不可能采取全面的镇压 但是他一定会搞修复算账 而且一定想通过对某些人 一部分人的攻击 以达到这个杀意警百 这么一种威慑作用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我们把注意力 聚焦于在这运动中 站在最前列的这些勇士 关心他们的下落 呼吁各方面给他们的关注 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在很多人 过去在国内的时候 也参加过这一类的运动 也站在最前线 那他们自己的经验就告诉他们 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能得到外界的 包括国际社会的 对他们的这种 持续的强烈的关注 对他们是个很大的鼓舞 哪怕他们自己遭到迫害了 如果他们知道 他们遭到这些迫害 外界是知道的 而且外界是会忌惑的 那么他们觉得 他们受的苦受的难 那就没有白手 所以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要做海外 我们要利用我们海外的这个优势 把这方面的事情做好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其一 另外就像刚才我已经谈到的 你现在这个 这次民众抗议 过时习近平做了表叹 那这些天我们也看到 当局不断发出一些新的工业报告 那可以说所谓动态清零 搞了这么久的动态清零 到今天应该说是确实引告一段落 当然 那么这个对中国当局来说 它本来就很为难 因为动态清零搞了这么久 付出的成本是越来越高 这个孙城灾害越来越重 而大家也都知道呢 你动态清零 你是难以为继 你是无法持续的 因为本来中共实行动态清零的政策 它有一个前提 它就是指望着这个病毒会自己消失 就像2003年SARS病毒那样 自己就消失了 那么大家才有这么严厉的这个清零政策 躲着躺着疯着疯着 什么让谁给我们都停下来 那就等到哪一天 你病毒消失了 那时候我们生活就可以恢复常态 我们就可以出来了 那殊不知这次新冠病毒 就像很多专家都谈到了一样 它不会自己消失 它至少会伴随我们很多人 度过我们的余生 它且得有些年头呢 那么这么一来就造成一个 一个问题就很明显 很明显摆到大家面前 那就说人类必须要和病毒共存 你不得不和病毒共存 因为它死不了嘛 你不能老把自己关上呀 你本来关上自己 你等它死了你好出来 你后来说它死不了 那你怎么能把自己关一辈子 所以到时候就你不开放也得开放 你不共存也得共存 你动态清零不放弃 你也得放弃 那么可是这个对中共当局来说 尤其是对习近平来说 那这就相当为难 他就发现他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可以说就是骑虎南下 进退两难 放开不放开都麻烦 你想想看 如果一旦放开了 没有什么事 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就算感染的人数增加很多 但是呢重症率是很低很低的 死亡率就更低更低 那病毒呢就是大发流感 所谓新冠肺炎 就像很多专家说的 就是个自限性疾病 自己可以好的 不用是可以好的 那就这说明 你过去搞了两三年 至少是一年多吧 奥米克戎出现以来 这个严厉的重症性 完全是不必要的嘛 完全是多余的嘛 纯粹是胡折腾嘛 而由此造成的各种次生灾害 你原来大家付那么多的代价 是为了避免这个病毒的危害 现在看来 病毒根本不需要你根本去防战 根本不需要你胡折腾 大家平白无故的付出了那么高的代价 那你想这个当局来说 这个是让他很下不来台的 所以你看现在官方媒体也都说了 这是自限性疾病 官方包括CCTV 人们都登过这种讲话 那很多人就说 既然如此 你又不是今天刚知道这件事 那专家们早就说了 这个奥米克戎 他就是这个特性 那你早干嘛去来了 你早把他们折腾的死去活来 那你这算什么呢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解除封控之后 没事 没出什么问题 病毒真就是个白口流感 就是个自限性疾病 那就证明你当局过去 这种原因都得动态心灵 完全是多余的 是不必要的 纷粹是胡折腾 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你翻开之后 真的出了很大的问题 立刻就出现了疫情的大爆发 医院也给起爆了 而且死了 确实死了 很多很多的人 那也说明 那也让他们也很难看的 因为那就证明 你过去搞的这个 你先前搞的这个动态心灵 你根本是做的无用功嘛 因为大家知道 本来你搞风控 搞清零 本来就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 它就是争取时间 争取了时间 让大家能够接种这种 比较有效的疫苗 获得免疫力 如果你清了两年多的零 折腾到大家这个样子的 到特兰民政呢 还是毫无感炼疫力 那你说明你这个就做的无用功嘛 所以先来问题是 如果开放之后 出现没有出现严重情况 没出什么事 那证明当局过去的做法是错误的 如果出了很大的事 也从另外一个方面 证明当局做的还是错的 所以这就是你不论是出什么事 出现什么哪一种后果 那都证明你当局的做法是错的 所以这点呢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当局 他实施在这个问题上 举棋不定 就是因为他意识到 是骑虎难下 这个老虎背上 你早晚得下来 你又不下来不行 但是呢 他下来他就觉得 他很希望能有一个软招路 可是现在就是 所以他悬前也为软招路 尽量写了编了一些借口 找了一些办法 希望能够有个软招路 结果呢 你给自己找个下台阶 结果你台阶还没找着呢 这个台子先给趴了 自己跌下来了 就成了一个彻底的一个硬招路 所以这次这个事业本身 且不说习近平是迫于 各地的抗议活动 这种压力才做出的改变 而他这个想法本身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讲 也是等于宣告了 他此前他这个什么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的这场这个防疫 他的方针的这么一个错误 这点也是应该说 也是毫无问题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既然你就使得毫无运气 使得习近平 中共当局那只是大丢脸面 大丢脸面 你现在虽然有了纠正 有了纠正 但是呢 因为你是在这种情况下纠正的 那么你到头来呢 还是使自己的脸上无光 现在当然我们也知道 就是 所以这个可以说习近平上台这么多年来 那才遭遇到一个最大的挫折 他是当在全世界人的面 当在全国人民的面 丢蕊死脸 当然你说这个事 他怎么办 他怎么收这个场 当然共产党过去呢 对这种事情 是有他的一套路数 就是哪怕在实际上已经做了 犯了极大的错误 也不得不纠正 之后 他人家会找出种种花言巧语 编出一套话术 来自己挽回脸面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呢 那莫过于这个 58年 这个三年大饥荒 你看三年大饥荒 本来造成那么大的灾害 后来毛泽东也不得不再起 既然大会上 还含糊起始的 承认了一些错误 对不对 那他又实际上 对他对毛泽东的权威 对共产党的权威 已经造成了沉重的打批 那他是怎么样 把这个脸面给挽回来的呢 那你看看啊 那这个我们看看 开始 从毛泽东58年 发动三面红旗运动 总络县大约进人民公社 那就拿总络县来说吧 那总络县怎么说的呀 总络县是说的是 鼓足干劲儿 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建设社会委 你看他多快好省 每个方面都谈到了 那意思如果是底下出了什么问题 如果搞出什么错 犯了什么错 那都不是中央的错 那都是执行者的错 我告诉你那要多快好省 如果你做多了 你做得不快 做得不好不省 那不是我的错 如果你做得好多了省 但是你说的不多不快 那也不是我的错 因为我早告诉你了 又要多又要快 又要好又要上 就是这是中共在 重大附近的官方语言的一个模式 那他总是说 既要这样又要那样 因为到头来呢 不管出了什么问题 那你都不能怪他 我早告诉你了 既要这样又要那样 那你出了这个问题 那不是我的错 我告诉你 要既要这样 你出了那个错呢 他也说你也不能怪我 也是你们底下执行者 没执行对 那这次也一样啊 你看包括就在这个上个月的 就这个月月初 上个月的月初了 那习近平就11月10号吧 习近平是主持召开了一个 政治局常委委会 其中就藏着 后来之后还不是发布了一个 与国务院这个联合联控 中心发布了一个什么 防疫的20条吗 在那个会议上 那个新华社有报道 那就说得很清楚了 要怎么样 要这个疫情 这个疫情一定要防止 经济要发展 生产也要安全 要最大程度的保护人民的生命 安全身体健康 也要最大程度 限度的减少 是的 咱俩一样 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既要反对不负责任态度 又要反对 这个存存加码 一刀切 你看他党中央是把几个方面都说到了 所以不管出了什么错 都是下面执行者的错 中央永远正确 领袖永远正确 他就是这种话数 到最后我们看到了 等到你出现了三天大灵光 惹了滔天大火 那像中共党内 包括一些还多少有一点点良知的人 那都要出来做一个检讨 也要包括刘少奇也要提 这是三分天在七分人祸 可是他像林彪就跳出来 替毛泽东辩护了 毛泽东 林彪怎么辩护的呢 他就这么辩护的 他就说 我们前一段工作 是出了 犯了不少错误 但是 那就是因为 我们没有认真的 全面的 遵照毛主席的指寸 反正是我们做的好的 那都是我们遵照了毛主席的指寸 反正是我们做的不好的 都是我们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指寸 那现在你看 官方如果要替当局的 这个防疫上的这种严重错误做辩护 他一定会采取同样的逻辑啊 他一定会说 我们党中央早就说了 既要这样那样那样 一定要全面的完整的准确的 如何如何 那如果下面出了这种错呢 那就是下面没有全面的 这个完整的准确的 领会中央的精神 所以犯了这种错误 或者那种错误 他一定也就是 同时呢 把上面的责任 推得一干二净 然后呢 也许他在需要的时候 会把下面的一些 具体的执行官员 载出来载锅 让他们来背这个黑锅 那么这当局 他一定会采取的诡辩 所以我们这种呢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就需要接入这种诡辩 让他没法这个再向过去那样子得逞 那么在这次 我看到呢 也有些 从网上看到 也有些替中共一贯辩护的人 那就是替中共这个在 紧救防疫问题而言吧 做的种种辩护 但是呢 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了 这室友的地方处理的不大 问题就在这儿了 如果 在现在这个形势下 即便连那些 为中共当局辩护的人 他们也不得不承认 在这次防疫的 这个过程中 中央 你习近平 不是没有错误的 那么这本身 其实就已经 对当局来说 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因为共产党 一贯是自封伪光正 一贯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 一贯是把自己说成是 百分之百正确 这个正确是不能打折扣的 那一打折扣了 那很多问题就接着出来了 我们都记得吗 在1978年 十一届三十轮全会上 不是 陈云讲过一句话呀 陈云批评毛泽东 他就讲了一句话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 这句话看来很轻飘飘 其实对中共内部来说 他就很严重 因为你是人 你就会犯错误 只有神才不会犯错误 既然你毛泽东 也会犯错误 可见你是人 你不是神 那既然你不是人 不是神 你就不应该享有 神才有资格享有的 那种绝对权利 所以这句话 你是人不是神 这句话 其实是非常轻 这种批评是非常非常轻的 但是对共产党来说呢 尤其是对领袖的个人独裁 个人崇拜来说 那就有极大的杀伤力 那同样的道理啊 你现在你习近平的做法 至少证明了你也是人 你也要犯错误 你也会犯错误 因此你也不应该享有像神那样 才能享有的那种绝对的权利 那这个问题就在这儿 你不能享有绝对的权利 你不应该享有绝对的权利 像你现在怎么搞什么三连任呢 把你的思想都写进来党章写进来宪法 动不就不准妄议啊 至少这些那是完全是错误的 你既然你也是人 领袖也是人 那么人就可能犯错误 因此你就必须得承认 必须得允许别人有权利批评你 必须要对你的权利 加以必要的约束或者制衡 也就是说你既然你是人 你不是神 那你就不应该坐在神坛上 你就该从神坛上走 把你拉下来 那么这个这种批评 当然对我们来说 那还远远还不够 我们认为你不是在走下神坛的问题 你首先你就像很多朋友提债的 那就该下台的问题 那不仅仅是你习近平的问题 而且是整个共产党的问题 但是这种说法 是人不是神这种说法 对于习近平 目前习近平 他的党内的地位 那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 所以我们再看到这次活动中的 哪怕是像这么一种很温和的口号 就是他都对于现状 对于集中力量 首先打击习近平来说 是有他的一个这个积极意义 那么现在这场运动还正在发展 还正在持续过程之中 很多事情还需要我们继续的关注 除了像我刚才提到 关注那些站在第一线的勇士 同时呢 我们也需要把这场运动 所表达出来的信息 把它进一步的放大 造成更大的影响 希望力图 使这场运动 取得的成果 能够达到最大化 同时呢 在从这场运动中呢 经过这场运动之后 不管是海外的也好 国内的也好 我们这些关心自由民主人权的人士呢 能够建立一个 更利切的一种联络 以便为今后进一步的推动 我们的事业做准备 我就先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